哈喽大家好 猪蹄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炖着吃那真的是特别的有营养 多吃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很多人在炖猪蹄的时候 总是习惯性的乱加一些大料 你只要记住三放和两不放 保证你以后在家里面炖的猪蹄也是特别的好吃 我们在挑选猪蹄的时候 尽量挑选猪蹄蹄 因为蹄蹄里面有很多的筋 吃起来特别好吃 把猪蹄给它放进大盆中 然后我们在大盆中再多加点清水 我们用清水把猪蹄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 让肉饭老板帮我剁的 它那个砧板上面会有很多的木屑 所以我们需要把木屑给它清洗掉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 我们把猪蹄给它捞出来 再准备一个菜篮子 把猪蹄放进菜篮子中控水备用 再准备一个不怎么好看的碗放到案板上 然后我们加入一把黄豆 炖猪蹄的时候一定要放黄豆 因为黄豆能够起到解腻的效果 然后加入开水 把黄豆泡发一下 再准备一块生姜 不用去皮 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以后放进碗中备用 两粒大蒜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以后 放进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 然后准备两根小葱 把小葱给它碗成冲结 然后放进碗中备用 准备一口锅 我们在锅中加入一大勺冷水 再把猪蹄给它倒进锅中 冷水下锅 然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姜片倒进来 蒜片也给它放进锅中 葱结也给它搞进来 然后我们倒入适量的黄酒 给猪蹄焯水 去清三件套不可以少 然后我们再开大火煮开 大火煮开以后 锅中会出现很多的浮沫 我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撇一下 撇干净 这个浮沫非常的腥 一定要给它撇干净 撇干净以后再煮两分钟 把猪蹄中的腥味 彻底的给它煮出来 时间到了以后 再准备一个漏勺 我们把猪蹄从锅中给它捞出来 然后把猪蹄再次给它放进大盆中 我们给猪蹄焯水的时间一定要长 然后我们再往中 再倒入适量的温水 我们用温水 把猪蹄再次给它清洗一下 把猪蹄上面的浮沫给它彻底的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 再把猪蹄捞出来 再准备一个菜篮子 放进菜篮子中把水控干备用 我们再准备一个碗 再准备两片香叶 一片八角 再来一段桂皮 然后再放进去三颗干辣椒 然后再来一个大大的炒果 放进碗中 最后再来几个黑胡椒 一块生姜 给它切成包薄的厚片 切好以后 给它放进碗中备用 锅中不用加油 然后我们加入两勺清水 然后我们准备一勺冰糖 普通冰糖黄冰糖都可以 然后我们再开小火慢慢的熬 随着温度慢慢的升高 冰糖就会融化 最后冰糖就会变成枣红色 冰糖变成枣红色的时候 我们再迅速倒入一点点开水 一定要用开水 我们不加油炒糖色就不会崩溅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样炒的糖色 特别的漂亮 然后再把我们控好水的猪蹄 给它倒进来 再次给它翻动均匀 把猪蹄给它上色 大家记住 我们在做猪蹄的时候 切记不可以放生抽老抽 放了生抽老抽 这样的话猪蹄就会颜色发黑 看起来就不漂亮了 我们不停的翻炒 把猪蹄给它上色均匀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样给猪蹄上的颜色 那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翻动均匀以后 把我们准备好的大料放进来 姜片也放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次给它翻动均匀 把大料中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砂锅预热 预热以后 再把猪蹄给它倒进砂锅的里面 然后我们在砂锅中 倒入一点点陈醋 加入陈醋 能够起到软化猪蹄的作用 泡发好的黄豆也给它放进来 然后再加入清水 大家记住水一定要一次加足 中途不可以加水 再来一段大葱白 然后我们再盖上锅盖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 慢慢的炖 炖一个小时 让猪蹄充分的转烂 时间到了以后 打开锅盖看一下 哇好漂亮啊 然后再把我们锅中的大料 都给它挑出来 特别是桂皮香叶 煮的时间太长 就会容易发苦 然后我们在锅中 再加入一勺白颜色的食盐 再来一勺五香粉 再来一勺黄颜色的鸡精 然后我们再次给它翻动均匀 大家记住我们炖猪蹄的时候 切记不可以放花椒 花椒的味道很重 很容易掩盖猪蹄本身的鲜味 翻动均匀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大火收汁了 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翻动 防止黄豆和猪蹄 粘在砂锅的里面 汤汁合适以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再准备个碗 把我们炖好的猪蹄 给它装进碗中 然后再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一个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的炖猪蹄就美味继承了 我们这样炖出来的猪蹄颜色 那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一点都不会花黑 颜色看着是金黄的 还透着一点点红 真的是特别的诱人 你说你学会这么一道炖猪蹄 你家媳妇还会搭理隔壁无脑二吗 学会这样以后到炖猪蹄 过年的时候给家人露上一手 保证每个人都会夸你是大厨的 而且我们这样炖出来的猪蹄 非常的软烂 特别容易就脱骨了 我们还加入了黄豆 吃起来非常的解腻 这样炖出来猪蹄放在嘴巴里面 那真的是软糯又Q他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视频的帮忙点个赞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